《神秘者Trader》第37集 眨眼差不多一年将尽 是呀,37年 然后又12月 这里首先宣布我们1月就会去日本 机票卖了 所以可以休息一下 你叫我休息 我做得一集一集 与Trader 1说的结果都一样 大家珍惜它 我们可以叫相聚的时刻 上周吃了苹果 报告一下要吃苹果 我觉得最神奇的是 我想苹果由摘在迫迫的手 可能需要几个月 有一段时间 我不信邪 几个奥给了我之后 也放了几个时间 是,完全没有任何腐败的情况出现 是 腐患 没有变成一个烂苹果 吃下去的鲜味就等于一个新鲜栽的苹果 我觉得很神奇 你一说的时候 我马上说那个味道的记忆就回来了 尤其是它的香味 因为我闻了那个香 那时候我们也形容了 但之后一想起那时候那种香味就来 我相信美国的记忆和其他记忆是有分别的 你有没有读过《往事主义录》第一句 是怎样的呢? 就是当我想起我小时候喝奶茶和饼 这个很经典的就是 记忆是跟美国挂钩的 这个原来是在生活学上有理由的 是的 记忆和你的味道 这个我觉得当你再深层次了解 记忆的不同的维度 而且味觉尤其是香味 是的 以及你那个涉尖里面的涉尖里面 那种感受就很不同 我想这个木村苹果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如果能吃到的时候 那些朋友就周围问了 如何买到苹果 你不要问我 我真的不知道 我纯粹是吃的 有缘都要找到的 是的 其实不难找的 我想你有一个 你真的很着意去试一试访沉 就应该都 然后他目前香港就没有批发 你可以有些朋友 或者你自己去订阅 我想应该都找到回来的 是吧 找到回来就请我们吃吧 但最重要你要拿到 里面那个耕中的意念 是 他说你其实不需要用农药 是 你用农药种出来的农产品 就会坏的 是 不把楼梳柜 这个 我觉得这个 台长你上次都选了上帝的子民 来说的那时候 其实是令我们会多很多 思考就是说 有很多时候远古流下来的时候 在一个时期里面 就完全被人叫做 不是拿版权 就是拥有了他的那个 比如他那个叫做是 整个 由一个原本是自然生长 变成了现在的温室里面 就是一种 变成了一种他垄断 嗯 这些情况呢 我觉得是可以很深入去说一说 是今时今日呢 就是了解回历史的进程里面 有很多东西不知不觉 就被人夺了 其实是一个天然的遗产 是啊 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 大家有个误解就是说 凡是种的一定是用农药 是 你会很直觉的 为什么呢 你看到那个农药产品 被那些虫咬 是 就觉得不好了 当然不好了 其实他没想到一件事就是 这是生态的平衡 是吧 那些虫也未必定要咬那些东西 但是呢 如果你要整治它呢 你就不会杀掉它 那么推而广之就是 你面对一些病毒或者细菌 你是不是杀掉它呢 嗯 你有没有 就是有没有 有没有任何一个方法 可以和它共存 因为事实上 你永远杀不死细菌 是 永远杀不死这些病毒 是 它的进化的速度 是比你的药快有多少 是 而且你会制造了一种叫做冤孽出来 是啊 那我就最 对我来说 打击最大呢 就是那时 瘟疫那时 杀鸡事件 那种叫做杀鸡的情况 一直都在思考 喂 这只鸡流鼻水 就是跟你相风一样 我们人他会很关心 但是那些禽类 加禽 我们都是想着他们的功德 就是 他们可能被人吃 就变成一个功德 那种叫做一种交易 这种自然的交易里面 但是你浪费了他 令到他们的基本能力去做的时候 都变成白白被人弄死 但是你不会关心他 他有病啊 看看有没有什么 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你有时 当你去解决的时间 就是 超过了一个数量的话 我觉得大家要三思后恨 这些叫做饮食的问题 我们做了很多 计划出来的 但最坦白是我们不吃不行的嘛 你现在没有什么选择的 你哪有选择的 你去街市买菜 你要一个没有农药的猪肉 没有激素的猪肉 没有激素的鸡 那鸡那里更加恐怖 如果你真的去街市买菜 你真是不想吃的 那本的东西真的不行 你不想吃的 因为里面那些打针的激素的情况 非人可以想象 不过我觉得是这样的 它们前身是恐龙来的 我们现在是报仇的 那时人都没出来 恐龙那时报什么仇 它杀了太多动物 你踩死了很多蚂蚁 是啊 所以就一定要有什么 大家仔细看 你说你讲报复的事情 我反而讲回我们自己的问题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 都开始想 我们是饿了吃饭 这就是自然的现象 但是大了的时候 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种不是不吃不行的 是变成报食的 我们也知道这种暴龙的性格出了来 到了今时今日 真是很深地想 真是不需要吃那么多的 你其实吃够就可以了 你会发觉原来一天的三餐 对我们来说那种叫适量的饮食 如果自己调教一下 反而身体做更加好一点 我们两个都很幸运的 我们两个都没有吃肥 到了这个年纪 已经保持得很渺调 不,我们之前的人都会说我 你现在就好一点 你之前的时候肥了 就是这样的 不知不觉的 因为你有学功夫 我还没胖过 我还没胖过,不用怕 是的,我会变肿的 很麻烦的 因为有时候不去克制 就会出问题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检点 你会发觉原来是好多的 报告下上个星期 我们也看了金牙奖 是的 所以王秋生在获奖时 有一个挺感性的发言 是的 那位南亚裔的小朋友 又很感动 很感动 他死都不肯说话 他是想不到秋生哥带他上台 是的,可能他变成了王秋生的契仔 已经是了,大家是一家人 是一家人 好,整件事本身 我想都很值得为香港电影做出一个总结 是 因为这次获奖时也有很多香港电影 是的,不坏的 但我生日很奇怪 为何至此会连续获得这么多个剧本奖 你可不可以从你一个写剧本的人 你觉得如何? 不是,我有一个深度的理解 第一,因为他其实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没有去 那你就知道有些前文后理 还有我想今年如果你说 他如果值得会拿到一个提名 不单止是现在的提名那几步 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你看到最近 都有很多在香港拿到的佳职 那些何解? 他们没有去参加金马奖的 而至此我觉得他代表的身份 也有一件事很值得大家深入了解的 就是他基本上里面有很多东西 他可能提了明 那他当然是开心 应该去 何解没有去呢? 嗯 而且我觉得他拿了奖的恩由 那你会看到他一贯的看法 其实是一种共识 觉得在技术性那时候 他有一个叫做在主流片的那方面那种成就 但其实我不是很认同的 我用那个叫做在影片人的角度来说 我先申报利益 我在投片的时候 我也有投志祺 但我是投那个技术奖 但在剧本上我也不会觉得我会投这部片 就算没有其他的我觉得 我也不会投他 但是很奇怪 应该说 我觉得奇怪 不是真的奇怪 是连续拿了两个剧本奖 是 你说香港的吗? 香港金奖奖也拿了 是是 金奖奖也拿了 但问题就是 电影金奖奖我不说了 虽然我自己有份投票 但是金奖奖呢 台湾方面的电影剧本写得好 至此应该不少 是吧? 是 这个我是一个看法的 因为它里面这个戏 其实基本上 如果你仔细看 其实是一个中港台融合为主 那个男配角是台湾演员吗? 是李安的儿子 是的 实际 不是最大的原因 但你会看到他的儿子 其实之前也有一部荷里活片 他有份编剧 演得相当不错 我觉得他最关键 你会看到这部戏 他其实摆了出来 这次我想很多人都会提及 这次也是许安华 做那个评审的主席 评审团主席 而他评审的时间 也有两届 大家在做的分别里面来说 他尽量想做到一件事 就是三地里面 跳出一个 跳出一个 没有一个我们现在现实 在持有的角度 然后再用一个软观 云观来看的方式 但是往往 你会看到他照顾 就多过用技术的讨论 这个可能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他自此 我想在一种情况里面来说 你会看到他用的资源 相当之大 尤其是他摄影里面那里 他原本拍的是作息片 但是后来他 现在其实也有很多人都知道 他后来决定用黑白片 其实基本上是一种策略来的 策略出来的时候 其实大家觉得耳目一新 那个 其实我觉得后来 有一件事他看到 在商业世界里面 他要找一个话题 因为他在处理里面 如果大家去看的时候 大家用眼去看 他基本上下半段 那里的处理是很出问题的 日本也出了问题的 还有他整个故事 我觉得他好那种 网络世界的小说 那种新世代的那种写法来的 那些不是说不好 但是你会知道 他在那里有一种 一定的一种叫做 新的那些叫做观众量 他们就喜欢用网络的 那个传递那些东西 就拿到他们的那个市场出来 所以在自此里面那里来说 其实现在你好像是偏见 不过我们已经看过了 那星期平那部 另外秋新那部 或者其他有好几部 那我们都想着 咦?这个可能都是我们 现在担任12月的了 12月我想很多的东西 就用那个有理无理 都是率先 最低限度放一些特别墙 来谷他那个 就变成明年的 电影金融奖 电影金融奖里面的那种提名 是这样的 是 除了黄酒生之外 就是张艾嘉 拿到女主角 但是对于他来说 这个也是一个 相当重要的奖项 为什么呢? 他都说很多年 很多年没有提名过 我记得记忆中 我想他最大的感触就是 在他自己的本土 因为他都是台湾 大家当成了他的香港人 就是他很早来到香港 发挥了他的光芒 但是你看到他的出身 和他自己的世界 都是台湾世界 他是名门望族 阿叔应该是张北海 是 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人 如果你有看70年代 他每次都有 最近有一套 《对象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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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 就是改编自个小说 我呢 其实很久以前 买了张北海 去变了中文字典 这个事实感 我没人知道 张北海是一个中文字典 我买了 后终了 你不用太担心 那本字典挺好的 可以找到的 章艾佳始终对于我们香港人来说 他的贡献是很大的 因为他在台湾的时候 他已经在香港很吸引 他和林晶霞是一对的 金玉亮源红楼梦 你说林晶霞做得好还是章艾佳做得好 章艾佳最好 因为他扮男人 章艾佳不是扮男人的那个 林晶霞扮男人 搞保育 那好点 因为林晶霞的男装是例人 基本上他弥补了任劍辉 那种古装男人的另一种 英味很强 英雄和英勇的味道是很强 他做东方不败的时候是很厉害的 提案是没有 东方不败找他做这个招式 谁想出来的? 隋黑 真是经典的 不,因为他在那个之前那时 隋黑监制导演 他都是玩玩的 他先叫我们想个故事 想到不行了 接着说 林晶霞扮男人做东方不败 可以吗? 哇! 立即不同了 立即每个人都醒神了 因为呢 如果你按照原本的小说 那个 基本上你会看到 如果找他来做一个主角 里面 你不知怎样在主流片里发挥到 这一剧 我不知道是几条同意 但我对于顺务江湖的原主 其实我是政治阅读的 是 我们也是 因为里面 他说的任我行和东方不败之下的关系 实际上就是当年文革时期 毛泽东和林彪之下的关系 他说任我行锁在井底里 就是当时遥传 林彪是架空了毛泽东 他就拿了这个概念去写那段 是啊 那你如果看这个小说的时候 你去想像《东方不败》 你不会想到是林青霞那种 那么英俊 根本不是那种影片 不是那种影片 还有在电视台 《笑容江湖》 《无线歌》 那个版本就是 周元发做《独孤》 到这个令狐冲 《东方不败》是谁做呢 是江毅叔 江毅叔是基的 所以这个就很对 是的 他如果说那个 跟原本小说的那种形似 其实那个电视 那时候被忽略了 其实我觉得周元发做令狐冲 是真的不頑皮的 但很可惜 因为他里面 那个叫受剧情的摆布 所以出来的时候有不同 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 电影的分别就是这样的 因为其实我们去写这个故事的时候 初稿和头稿的几个都是我负责导写的 是的 其实就是张诚的故事 它里面放在九十年代的 因为戏里面加了一个时空的 是的 在原著里面没有 没有的 它关键的主题 我们会捉黑木崖的那种叫做恩怨情愁 而且整个简单来说 因为当知道是林青霞做东方不败的时候 它里面有一种叫做很革命的气氛 就变成了冲城 就是你去过的地方 那叫东海式的革命 所以将倭寇那些世界加进去 加进去 加进去 而且尤其是任我恒那个 其实他现在因为蝙蝠的问题去不了 他这个就跟那些叫贵州龙淫 就有个渊源 最近贵州神秘知识都说过 有些龙淫的事件出来 那个龙淫事件 那时候我们想过屋子的时候 都已经在一个湖上有龙淫 原来那个是任我恒 就是一个监狱的声音 那我们就将整个故事 就用一个叫做 一个叫做 将那个叫历史的时空 有一种叫做转移 就文革的那个世界 就拉阔了它 变成了有些神话的味道 在那里 总之他拍的时候 里面那里其实都因为林青霞 其实如果以故事来说 现在出来的时候 其实略嫌有点脱皮脱骨 但是在那时就能够出现 那个时代的气氛 你找到林青霞做这个角色 就是一道气 脱胎换骨 之前许冠杰做令狐冲 也是很厉害的 没人会想到他会带出这个角色 是 你连杰做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说法 他的远出是一个称职 但是如果是许冠杰做的时候 其实尾是一个大转变 我们原本写的时候 尾的令狐冲是压住了东方不敗的 那个压不是他说晚的 就是说他说出了一个角度 那个角度就是一个 好像林湖宗这些小子 但是他有一种叫做 你看到他 有他就有未来 就是那种东西 但是那个说法 你要看到李连杰 他在那一刻 那个演出 就去不到那个 level 所以有时候Casting 我们以后可以再多一点来说 其实我想如果大家看的时候 金马掌他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他有很多时候 他都会介怀 那个里面那种叫做 整个他获奖 这个成就 是一定你要说出来 那个永续性是强一点的 不是就这样叫分猪肉 那件事出来 那安那两次那时候 都给我们看到 他那时候叫做天降金马掌 那你会看到 那个叫做重要性 就是评审团 或者有一个主席 究竟是谁 那个重要性 是啊 但是anyway 可惜的地方 就是很多可以登到提名的 都不会去 那我甚至有点害怕 就是你不要给我一个奖 你提名我 真的害我而已 哈哈 这个未来自此那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现象 他好像拿了很多六个 是啊 很多奖的 因为技术奖 他怎么说呢 其实不算太好 但是说得出 即是交代到 交代到 因为那些评审团 就是说到那个点 如果那个点 就是大家觉得 嗯 好 你这样说的那时候 都是说得到的 但是因为我们没看完 那些戏就是 很难的 现在比较难 这么说 就是今次 就是得奖 我们很开心的 尤其是张亚嘉和黄秋生 是 但是就 怎样继续下去 就是得到这个奖 比如香港会不会大线宣传 就算戏院上 会不会说 他得到今天奖 我有点害怕 不敢提 这个就是香港 但是呢 我们接下来 就要讲讲嘉玲 是 那为什么我不开始说 其实这个消息是最近的 因为呢 我们都讲了很多次 就近期我们做节目 其实是做这个傅民 多过做节目的 是 因为呢 我们那代的文化英雄 就走得一个一个 就走得一个 就好像排队那样 就是每个月 每个月最少一个了 但是 这个是那个自然规律 人老 那就要say goodbye 那我们自己本身都开始老 是吧 所以就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又不想搞到老太隆忠 所以嘉玲这个部分 我就压在最后一处 那就是 爆出来的消息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艺园里面 就有一位的资深院员 其实就是嘉玲的长子 那就是王柏文 那看起来的样子 也都很面善 是吧 很面善 那至于说那个身世内容 那我们不是做这个娱乐新闻 所以我们就不会说了 那我们倒不如就专注一下 就是嘉玲的演艺事业 那嘉玲其实很早 至今会拍的了 是 但是呢 她那个演出呢 是事实上是相当之 令我们很深印象的 是 因为她的现代感很强 即是她到她那一代呢 尽管她那个出生的时间 即是她投入影圈的时间很早 六十年代 是 但是呢 她那个轮廓或者样貌 是跟我们的现代 即是 后期的港産片 的女主角 女演员的外形 是源自接轨的 是 那这个是 我真的觉得 为何我们会这么深印象 还有 有一件事我觉得 是很值得补充的 就是 嘉玲就曾经 在一个原装版的 英雄判识 嗯 她是占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她是社工 是 她是做了息筹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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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让她可以翻身的 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现在我们认识的 那个英雄判识 就是1986年的 那个英雄判识 她这个角色 就变成了曾江叔 嗯 就是一个的士的老板 是 变成了很男人化的 是 那跟龙江叔 那时候 他写的英雄判识 就有些分别的 但是那时候 就是现在 你曾经看过那部电影 你就会看到 那时候嘉玲的作用 就完全是有样东西不同的 因为在女性的那个角度 你帮一个叫做 曾经犯过罪 嗯 就是以前 就觉得她英雄无敌 嗯 但是后来 就变成了一个叫做 街下囚 但是她想翻身的时候呢 那你会看到 一个女性的那种力量呢 嗯 就很强 那时候龙江叔 他说的那个呢 就要你稳一点的 嗯 就是说了一种叫做 男人的世界 怎样被温柔呢 构熟 对 来做一个构熟 那那个呢 文艺性质呢 就更加强一点 嗯 其实大家可以做一个对比 时代不同呢 大家用的那个观点角度呢 都可以出来 对 对 因为呢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最近呢 你有看到一本片 比如 那个叫东京仓窮客 嗯 还有另外呢 有一部呢 有孙家淳 是吧 嗯 我记得了名字 他做的那个释酬犯 那样的呢 就是说这些东西 而且呢 你有看的时候呢 你会发觉他说得很好 不过不及英雄本色 嗯 那你会看到 因为他基本上呢 就是香港片 有时候呢 有不少导演呢 他去说这些社会问题呢 他很着意去说的那一班呢 那一班导演呢 他其实捉到那个核心 嗯 那我觉得呢 嘉宁姐呢 那时候呢 他有两种东西 我们是很大的啟发的 第一呢 他在最光辉 最漂亮的那时刻呢 他就去适应 嗯 适应的原因呢 就是现在我们慢慢都 就是有一个叫做 资料去了解呢 但总之 他在银幕里面呢 是流到他最美丽的那个形象出来的 嗯 那他没有 他没有我们 我们没有他的那个叫做 变成老法 或者呢 现在他的儿子呢 就被人说金草 嗯 真的很惨 他现在都做很英的 我觉得黄柏文 是啊 即是很型的 他做 那而他 他 他 我们就是很可惜呢 就是说 去到后来那时候呢 他 他离开的那个讯息呢 然后我们最 记得 即是记得 哦 原来他是去了 那个 另外一个地方 泰国 那里生活 很平淡的 渡过他 那个 退休之后的 那个 那个 那种时刻 就是 没有再 那么 或者那些 近年 很多都 如果涉及我之后 很多都复出的 嗯 但是我相信他经济条件 相当于优越 是 就是偶尔看这些新闻 好像那时候 他见过张国荣 是 但是呢 对我最深的想象 刚才要提一提 因为龙江 他在美国回来的时候 是 电影资料馆 安排了我们 是 就和他做一次访问 是相当长的那次 是 拍摄情报室那里 那龙江先生 他当时 兴致很高 是 就 旁边好像 Winney Foo 已经叫他 可以什么路可以停 他不是 就继续说 他坐到 可能你的脚不舒服 站在身上 跟着一来再说 那我自己很 proud 就是我们那次做了一个 这么详细的访问 是啊 我们希望 现在找回那个copy 再放上去 因为 我做的节目是很多的 那个访问 一些很值得保留的人 但是就不太多 很值得保留的内容 就不太多 但是龙江的导演 他回来之后 那个访问 那个访问 我之前是做过research的 就看回了他拍的电影 尽可能我看回了 是 包括明日今日 作天明天今天 是 这个很重要的一部作品 是的 我觉得很可惜的 当然被忽略呢 不知道被忽略 基本上被人剪得支离破碎 是 就算我看那个版本 都被剪得支离破碎 他原本不是 也不是多少个名字 因为原本很厉害 叫瘟疫 是 那我今天 如果再看回 是很震撼的 我甚至有一个 我是在SARS之后看的 是 我已经看到毛管栋 毛管栋不是一部片恐怖 而是他预示那种 会出现的情况 是 你问 为什么会 好像有些预言性 是 也牵涉到一个政治问题 因为当时这部片 他上映的时候 就被一些人认为是一个政治隐喻 于是他就走到我的片箱里 我要这样提 我要这样剪 一旦来没有照片 你照片我就烧了你的戏 哈哈哈 龙江叔有简略提过这件事 有啊有啊 对啊 到港岛二十多的时候 港岛二十多的时候 港岛二十八 只是被人批斗了 双方演出局部 对啊 现在完全没有了这些 那些资料都挺难找的 没有啊 你哪有人再记得这件事 对啊 是新世代可能都听过 但是是值得我们知道 因为港岛二十八 二十多 是 港岛二十多 港岛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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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宏观的角度 直着香港的眼睛来看整个国际 而表达出来 如果我们用一个香港的角度 是会怎样说这个故事呢 龙江叔和很多其他导演前辈 他们有这种眼光 这是国际视野来的 是 等于月片时期都已经有了 黑白电影时期 大家想起龙江拍月片 其实不是的 他其实在拍一些很政治很前卫的电影 但是今天对他的评价我觉得是 underrate 是的 其实不止龙江叔一个 这是我们的影评人 是我们的问题 有点疑呢 其实这是一种任命 保留香港的资讯 我觉得现在基本上 我们也有很多那些影评朋友 都在做这些 比如你所说的Vinny Fu 或者彭志明 融民族学那些东西来整 都想建立香港成长的结构 是怎样来整出来的 龙江叔或者嘉玲姐 他那时候里面的贡献 尤其是你所说的嘉玲姐 或者龙江叔里面的表达嘉玲姐 他的确是六七十年代的港女 他里面已经是当自强 一个很强的女性 而且他那种女性的特质 是可以改变一个男人的强而有力 你会看到香港人的那种男女的信念 就在那里建立出来的 因为香港呢 如果你用一个叫做打公仔世界 来看香港电影视里面 你会看到尤其是女性的角度 譬如嘉玲姐那些 寶珠啊 蓝红那些 工厂皇后啊 嘉玲就告诉你 我就是很早的时候 那些张曼玉 阿菲正转或者是 花样连环做的那些 什么女秘书啊 查案员啊 最早是他做不到他 你看到这个造型也是 你后来譬如花样连环 那些类似的造型 他差点没穿长衫 但是你已经 即是现代感很强 我最想说一件事 就是当时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即是铁三角 就是秦健 谢燕和嘉莉 他很记得 其实当时秦健用很多独白 是 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影响 后来那些80年代的导演 他写感情的时候 用一种独白 重庆新林里面有很多 是 重庆新林啊 东邪西独啊 是啊 是啊 他那个独白里面 其实已经变成了 香港的一个电影语言 嗯 尤其是用广东话来说 东邪西独他最明显 嗯 东邪西独呢 你看整个电影 看之后 他那个画外音 发挥到很大作用之后 那时候呢 如果 你再翻 不是翻看 翻听 纯粹听他的对白那里 那时候 黄家卫也说 他很忠诚于那时候 那些电台里面 那些叫做播音声音 他里面流出来的 那种叫做 发挥的作用 那时候 都会表达到很多 深层次的元素 在那里 嗯 那你说啊 尤其语长片 那时期呢 就是秦健宿 因为他最主要呢 因为他在那时 他怎样找 因为当时呢 香港电影里面呢 就有两种区别 嗯 都是属于香港电影的 一种呢 就是讲国语 另一种呢 就是讲广东话 那就是譬如秦健宿 那些呢 国语广东话都有 嗯 而他讲广东话的时候呢 他就用这个语言的运用呢 就讲出香港有两个层次 嗯 这两个层次呢 是共融出来的 嗯 而呢 在那一刻那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呢 他用的那时那些独白 尤其是 粤语片的那时那些独白呢 他里面呢 就很强而有力 就不是这么讲心声 这么简单的 他讲这种时代 他们的那种叫做是 他们所处的那个年代 他们找回自己的那种叫做是 位置 一个创作人的位置 那种价值 嗯 嗯 嗯 所以嘉玲姐呢 在那时呢 他们呢 就是用一个叫做 香港走去一个叫做 是国际的角度的时候呢 嗯 嘉玲姐 经常做的那种角色呢 就是一种代表来的 是啊 那他最后一部片呢 竟然是1967年 哇 这么早啊 是 就是人海奇花 哇 这部很厉害啊 是啊 这部很喜欢啊 啊 我不知道现在 找不找回到那个Copy 因为香港呢 那个Copy 比较难找 国际电影节都想找 很多次都找不到 但我是很年轻的 那时候呢 我的姐姐 带我去看过这部电影 那时候呢 就是去到某一场的呢 那我姐姐就想想想 那我就想想想想想 那我就想想想想 那为什么想想想呢 然后有个小姐 就在一个叫做 水纹色的玻璃那里呢 是脱衣 洗澡 的一个镜头 哦 那我年轻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 未发育的 没有什么洗澡 有什么问题 但是 在大国就一直 难望那个镜头 嗯 还有人海奇花呢 基本上呢 就有人都说 在海外那里找到一个copy 就我不知道 电影纪录馆 或者国际电影节 好像都没啊 没找出来做 其实大家是很想 看回这一部电影 因为当时 那个投资者 男主角的女企呢 都是一个投资者之一 是 是 那部电影我觉得 很厉害的 他就将 稀置角的那种 那种原谊片的那种世界 哦 看不到了 哦 变成了 找不到他那些人海奇花 那是什么 有名字 youtube上面有 但是现在你看到 此片二无法官 可能是反权问题 不是找不到的 是 那你一说起 其实大家都很难忘 其中一部 是啊 那这些我印象都不太深了 但是不要紧 总之大家记住 有这个 有这个 这样的电影 有什么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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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片的 是 是 花海奇人 不是人海奇花 是吧 人海奇花1967年 合纳片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 这个相片来的 是啊 他如果说到这一部 我做了一部 就是謝賢和他一起做的 古装片 我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谭劍江湖 嗯 当时这部电影 我们看完之后 其实看电影 那时候 也不是太大的印象 但是我在七几年那时候 我竟然得到那个剧本 嗯 那剧本就是用那些 他用手冲板 写在那些纳纸上面 印出来的蓝色的版本 那些原装的 他们用的工作本来的 嗯 这个《谭劍江湖》 就是我接触的 那些叫做 电影的剧本 第一批的时候 就认识剧本是怎样写 就是其中的一部 嗯 那当时呢 我记得 嘉玲做古装片 不算很多 好笑 是啊 但是那些戏里面 就算他做古装的时候 他那种严厉 就与别不同 他基本上 我觉得他和林凤姐 都那种人是很接近的 但是他如果说古装里面来说 譬如于素秋 那些 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那种心中的印象 谭劍江湖是 所以我的印象都很深刻的 嗯 那看到了 那个 就是 影像是相当之现代感 是 而且只有他配得到 旁边的那辆车 这叫做香居美人 是 因为如果你找个工厂妹来拍摄这个 那时候呢 就不同了 原来当时还有位的新生叫妙嘉丽 我现在记得了 是 Margaret Miller 原来她英语很英文名 妙嘉丽我近期我看到她 还很棒 不要说很棒 基本上呢 她是很美女的 当时我们看那里 那时候妙嘉丽 是相当之漂亮 因为兽仔看的时候 觉得一些很妙跳的姐姐 是很好得的 但是呢 就是 现在你看到 虽然她显影了 但是呢 有时呢 就是有个妻谱 她开了一间妻谱 又可以 还有一个妻谱 有时呢 你又看到 咦?这个部长好像这么眼熟 其实就是 嘉丽姐 嘉丽 Margaret Miller 是 美女到不得了 是啊 我想 都会再有海鲜光 是 因为我们一讲这些旧片 就非常开心 对 对 反而说新的电影 又未必有这么大的乐趣 也不是 这种我们叫吹水习惯的东西 把吹水的东西放在这个 发挥到这个 这个极致 是 是 这些事情就是这样的时间 是啊 说来说 叫你想看这个 《2022神秘之夜》 记住 就是明天 是 记得准时收看 这些人 这些人 词 不是